從日本鐵道沿線 天安化成立遺產報純 跟不是在神這樣一個關係 那在報告之前 我要再次謝謝張維朗老師 也是前董事長 在去年的時候 我給了mail給基金會 他們很熱心的聯絡了很多長輩 包括張老師 張前董事長 那從張前董事長和新港的鄉親 其實我發現 其實我們南部的草分力量 或者是市民參與 做的是不被蘇聯想 像日文文字典的這個 市民參與的話是蠻好的成的 然後地方政府也很努力的 來跟市民來合作 其實在我看來 台北其實雖然說有很多的私院 或者是有很多的 金淡化成立遺產還有留存症 但是有很多的地方 其實還需要跟中南部 相信長那麼了不起的地方 來學習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來報告 因為我在東京大學的讀書 那也在研究 金淡化成立遺產這個部分 今天配合就是我們 就是鐵道沿線的都市再生的 這樣的DBT 所以跟大家來報告 日本鐵道沿線 金淡化成立遺產 火化 按都市再生的 那因為今天可能時間40分鐘嘛 那我準備了DBT比較多一點 那可能會有點延長 或者是50分鐘 再請大家見諒 不好意思我坐下來 然後大家就是看著那個DBT 然後我會放快一點 那假如說底下有哪部分 也許大家需要再討論的話 我們在一個會後 有一個討論